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售价是普通酸菜的两倍却供不应求 啥酸菜这么受欢迎呢 沈阳沈北新区人大哥家的苞米给八毛钱一斤都没卖 咋这么有底气呢 一棵葡萄树结一千多金果 来看东北葡萄王 一条玄黄鱼身长一米八 您知道这大鱼到底哪儿最值钱吗 看地处偏远的蔡家村怎么从富寨村变成了盈渔村 立足新三农 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由养地防病抗春茶的青土一号 为大家关闭播出的辽宁卫视黑土地 我是主持人俊峰 在我们辽宁的众多的名优特产品当中呢 有一个产品就是锦州小菜 以它独特的地方特色强有力地占据了一席地位 最近呢这个锦州小菜呢 引起了各地媒体人的关注 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了解 你质疑我干啥呀 质疑了吗 网上都说这锦州人说话比较有特点 一张嘴呢就像质疑了全世界 这次这么多主播和记者互不相识 却打得火热 他们都是来干啥的呢 我是大兴电视台的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然后这次来锦州呢 也是参加锦州广播电视台 做了这个二十多家媒体的抖音挑战赛 其实最重要原因就是 我不要馋做美食的 然后来吃这个百合小菜 名主播 名记者们纷纷化身段子手 实际上就是伴着这些咸菜来的 用拍摄抖音短视频的方式 向全国展示锦州的特产百合小菜 这种传统做法之下 真的是焕发新生命 没有吃过的口感跟味道 特别好 然后更脆 更酸甜 作为锦州小菜元老级的代表 蜂蜜蒜成了小咸菜中的宠儿 备受外地吃货们的欢迎 同样是甜蒜 这蜂蜜蒜咋就这么突出呢 90年代在这儿 所以在这儿我们的这个技术 就已经由这个沈阳的这个 环谷调味品厂的各位师傅给培养起来 25年前 张亲文老先生成立了锦州百合小菜生产加工厂 锦州的咸菜靠着独特的口味占领了东北市场 可再往下发展 张老先生就发愁了 作为特产 东北人严口重 怎么才能做出让全国各地人们都喜爱的小咸菜呢 因为咱知道南方人不吃咱的咸菜 咱的咸菜既咸还辣 就说南方人都不吃 但后来年年参加这个糖酒会 这糖酒会的时候咱就得把各地的口感都得学了呀 只要看到这个产品是上销的 咱们研究出来就比它做的还好 所以咱一点一点就南方市场就都开了 为了迎合南方市场 张老先生在口感上找到了突破口 将所有小菜的盐度控制在5度以内 新增酸甜口 更靠近年轻人的口味需求 北方菜管宝 南方菜精致 南北饮食差异可不仅仅是分量大小 张老先生正是抓住了口味上的差异 根据市场需求 将传统北方下饭菜的口感稍加改良 两千年以后正式打开了南方市场 进军南方市场之后 锦州小菜又该如何发展呢 那这个呢就是酱香食品菜 那它保留呢 就是基本就是我们过去传统式的包装 我们保留了过去的风味 也把现代的工艺融合在里边 所以说这种产品吧 在无论是东北也好 还是南方也好 就是特别受欢迎 过去东北的冬季蔬菜较少 家家户户都把菜用盐腌上能吃上一冬 篓庄小咸菜是锦州小菜中走怀旧路线的一款 酱油制虾油制糖醋盐水等一百多个品种的小咸菜 也在陆续上市 口味迎合了大众 可销量呢却一直上不去 这是咋回事呢 因为咱们没搞过小菜这个生产 所以那时候卖鞋子的 我们是先可这个团体去卖 卖的方式的就说这个鞋子给你 你吃吃 说不要钱 25年前张清文老先生还经营着一个小作坊 当时只顾着带着小菜闯市场 却没想到散装小菜根本得不到认可 这才意识到包装的重要性 于是张清文开始带着团队 变着发的搞包装创新 搂装包装是锦州的一个特色产品 全种市的包装是用精条去编制的 它特别不卫生 而且呢里面的东西做工吧 也就比有粗糙 那么我们用现代的工艺来制作的嘛 就相对来说就是非常合适了 那里面的材质啊 都是经过我们的消毒处理过的 所以说这个大家使用的时候吧 就非常放心 这里边呢 大家看 那么里面就是我们的真空包装 真空包装呢 那相对来说就使用就一点问题没有了 这也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 能做出来的产品 人靠衣装 马靠鞍 要想做品牌 首先就要从包装下手 从散装到袋装 再到瓶装 最后张清文发现 玻璃瓶运输时很容易碎 又换成了塑料弹装 25年来 百合小餐的包装一直在改良升级 为啥咱们研究这个盖装的 这个盖装就说 叫消费者一看 这个咸菜 来里头的 是吧 而人家看得非常清晰 所以他吃着放心 福建 广州 浙江 上海这一段 卖得非常好 72岁的张清文不服老 这些年不断改良口味 升级包装 把一个小作坊 经营到现在的 拥有国家级品牌的加工厂 下不就搞这个浅积的 就是两豆芽左右的 搞这个冷藏的 也是这个方和的 我们现在已经在研究 咱们随手给张老先生一个赞吧 顺便说一句 欢迎大家来锦州屋 锦州小菜非常好吃 那么在我们采访当中了解到 制作这些小菜的原料 也非常有讲究 可以说他们在生产当中 就严格把质量关了 眼下这个时候 乡亲们不是打打零工 就是在家猫东 可临海市金城街道的石雷 这节骨眼还在地里干活 按理说这大白菜早就该收了 这时候才动手 是咋回事呢 这个菜好处分 然后这个里边这个 其实也没有虫子 还没有病害 反正黑土地 突然不就肥肥 我这180米地 有个六口井 那水源很臭 对对对 赶上汗那时候 咱也不臭 对 金城街道种白菜的 可不止石雷一家 别人家早就麻利 收完换钱了 难道真像石雷说的 白菜好储存 才不怕晚收吗 玩是晚点 但是玩一玩就好处 它这个病虫害的 发生那个几率比较低 它就指定上去 我是故意种的 石大哥在村里 可是勤快人 是弄着300多亩地 一多半都种白菜 个别地块呢 也种点萝卜 比别人晚种地 还真不是因为懒 是图个好品质 今天收上可以 白菜两毛五 萝卜两毛 都没分等 因为我这个东西 达到他要求了 达到质量肯定过关了 对蔡农们来说 这光辉种地可不行 还得挥卖 不少乡亲们 打破脑袋 让自己家产品 提前上市 卖个好价钱 可石雷呢 偏偏不着急 我种碗 也无所谓 因为厂子 咱们签的是 订单农业 到什么时候 收 它都够我们那些钱 不怕抢不让行吧 对 这个 不怕抢不让行 因为我们已经 把价钱 提前运定好了 今年的市场 行情 好像不是太好 但是百合签订合同 以后呢 他给的价格 就比较高 两毛五 两毛五分钱 给严均到厂了 别人家呢 别人家现在就一毛五左右吧 就这种情况 一亩地一万多斤 插了一千多块 头些年 石雷看当地有个生产小咸菜的加工厂 用菜量比较大 就琢磨着种蔬菜 等左右邻居 第一茬作物收完了 石雷就把零散的地 流转过来 种二茬白菜和萝卜 自从和百合公司 签了订单 就算遇到恶劣天气 石雷心里 也一点都不慌 像 它这个走市场 这个东西 有时价好 有时价不好 有时候就是 值钱 到后 到最后 那就不值钱 但是厂着这个不是 毕竟是订单 它稳定 连萝卜能够有五百亩地 大概 百八十万 毛钱 一转眼 石雷按订单种菜 已经过去二十个年头了 公司统一发种子 统一田间管理 统一收购 说白了 农民只管按着合同种菜 根本不筹卖 就算市场价格有波动 他们也不纠结 什么时候出手最划算 百合小菜 这些年从特产变成了网红 有很多品种专供出口 公司和当地菜农 签订单农业 原材料供应稳定 还能严把质量观 同时 菜农的收入也有了保障 订单农业 让农民和企业都受益 在咱们东北啊 到了这个季节 就是喊翠花上酸菜的时候了 什么酸菜雪肠啊 酸菜白肉啊 不能再说了这个点啊 但是这里面呢 最主要的原料 酸菜 怎么腌才能好吃呢 下面咱们就听一听这个把酸菜卖出高价的这个宋威 来和您说一说 酸菜是东北人冬季的必备食材 沈阳新民市东山镇 施里铺村喜来合作社的宋威 刚刚在新民地区收购了100吨黄石白菜 也是供收盐子酸菜 咱们说这个白菜啊 是合作社推广的一个特殊品种 这个白菜的特点是西日黄 外表呢是脆 然后呢含水量呢不太多 这个白菜呢几乎的酸菜呢 口感和色差是非常好的 现在已经码了这桶将近尾收尾了 就码了将近100多吨吧 宋威之前一直在做食品加工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酸菜 咱们新民酸菜嘛是主产区域 第二呢感参能口院呢 有的正确啊就是扶持有的那种技术 这个卤酸菌发酵的这个技术 之后呢我才想到做这款酸菜 与普通酸菜不同 宋威的酸菜是利用辽宁省农科院提供的一种 卤酸菌进行发酵 这样腌制出来的酸菜进制高 味道好 合作时间也很长了 得有将近两分的时间 这次来主要就是知道 要是自家研制的话 就是说利用这个白色原料本身的菌群 还有这个黄菌种的菌群 当然主导菌就是说乳酸菌 我们农科院把这个菌种 人为的给它分离出来 经过分离鉴定 应用实验 推出来的这个菌种 主要起到的就是说 色泽质液 因为它乳酸菌直接结入之后 它有这个代谢材料 对这个菜品质 营养这个风味有好感 宋菌说 它的酸菜需要经过两次发酵 整个制作周期长达90天 因为周期长 成本也提高不少 售价也比普通酸菜高出近一倍 虽然价格高了 可这里产出的酸菜依然功不应求 第一次经过发酵45天之后 咱们经过几期打酸 打酸是20发酵之后 还得经过45天左右 那形成这个酸菜 这是今年9月份级的菜 第一个它就说的特点是 是有理往外酸 第二个酸菜的色相温柔 它一个金黄色 同盐色 还有一个气味色 非常好 咱们运出都运到沈阳 这个大小事 今天咱能卖到200箱左右吧 一年酸菜的话 大概60吨左右 现如今 辽宁省内已经有多家企业 采用了这种酸菜发酵方式 这种酸菌发酵酸菜 不光是销往国内 还出口到了国外 整个辽宁省来说 可以说得有十几家了 有的都从建厂开始 我们就跟踪 到后期最终的产品出厂 现在产品有的都已经出口 到日本 加拿大 美国和新加坡等地 本西市淮仁县的孙大哥说 自家有块土地 想要流转出去 但又觉得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签合同 显得自己太没有人情味了 能不能不签这租赁合同了 在这儿可要提醒乡亲们 如果没有正规的协议租赁 那就是口说无凭 一出问题 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 所以说 租地没有正规合同 或者是协议的 坚决不能租 并且责任人双方的签字 以及具体的土地租赁费用 年限 用途 一定要白纸黑字写清楚 一个字都不能少 这样一来才能最真切地 保障大伙的权益 铁岭市铁岭县的崔大哥 前些年承包了村里的一大片荒地 种起了玉米 但心里一直不踏实 因为这荒地毕竟是属于村集体的 一旦被征收的话 能拿到补偿吗 崔大哥 虽然这块地是村集体所有 但咱国家物权法中也明确规定了 这土地上的附着物 是属于您自己所有的 所以说 假如有一天这块地被征收了 虽然拿不到土地补偿款 但安置补偿 土地附着物 以及轻寥补偿费 还是需要发放的 放宽心吧 前两天 那就帮忙微信上 有个小伙子问了 咱省内贫困家庭的高校毕业生 有没有补贴呀 这个必须有啊 目前咱们辽宁省正全面落实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高校毕业生的补贴政策 按照每名学生 不低于一千元的标准 进行一次性求职创意补贴的 申领发放工作 同时 对没有进入孵化基地 租赁场地首次自主创业的毕业生 也会给予不超过两年 每年三千元至一万元的 创业场地补贴 具体能拿到多少钱 那就得看各地的补贴标准了 辽仲县有个香菇合作社 问咱那就帮忙 说想要申请认定地方示范合作社 但是申请材料还挺麻烦的 这牌子到底能有什么用啊 今儿个跟大家伙说说 不光合作社 像企业 家庭农场 都可以去申请认定地方的 产业化龙头企业 和示范家庭农场 既然又是示范又是龙头 那肯定是不一般 认定一旦通过 不仅能提升品牌形象和荣誉感 并且同等条件下 还能享受优先扶持 在政府补助和贴息时 也会被重点考虑 怎么样 这个牌子还是用处不小的吧 希望大家伙也能重视这个认定 这里呢 再一次提醒您 有问题别着急 那就帮忙 及时帮您忙 下半时间呢 咱们稍时休息 稍后继续有养地防病抗春茶的 青土一号 为大家冠名播出 辽宁卫视黑土地 好 相信们 欢迎继续收看 有养地防病抗春茶的 青土一号 为大家冠名播出 辽宁卫视黑土地 现如今呢 咱们辽宁也可以称为 葡萄之乡了 除了这个新疆之外 不论是从产量还是质量 咱们辽宁都是往前属的 在全国呢 可以说是排在前面的 大家在这个市场上呢 也会经常看到品种非常多 比如说这个飓风啊 绿蹄啊 红蹄啊 还有辽风啊 等等等等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 咱们辽宁的这个葡萄产业 还要突出一个旗子 比如说能产一千斤的 这个葡萄树 您见过吗 您也别想了 也别猜了 咱先看看 这个树什么样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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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十五步 这个啊 是刚刚我从这棵葡萄树的 最西端走到了最东端 自己丈量出来的步数 可见啊 这棵葡萄树到底有多大了 平常呢 我们在大棚里见到的 这个葡萄藤啊 它十年八年生的这种葡萄藤呢 它的粗度大概有这么粗 直径五六厘米左右 但是您看看 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一棵葡萄树 它的这个树干的宽度 我一个人用手 根本就掐不过来 大概得需要两个人 那今天呢 咱们也问一问这个葡萄树的主人 汤大姐 汤大姐 这棵葡萄树到底有多大呀 我们这个棚的宽度是十一米 前一段时间量一下这个葡萄藤的长度 在三十六三十七米这样 一到葡萄成熟季 复兴市张武县清河村宇葡萄园里 就挤满了人 大伙儿不只是为了品尝好吃的葡萄 还好奇 这大棚里怎么长出这样一棵巨型葡萄树 在这个接近百米的大棚里 只有三棵葡萄树 其中最大的一棵就是葡萄树王 它能有多大呢 树干直径能达到四十六厘米粗 几百根枝条从两个树叉上延伸出来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型遮阴网 相当的壮观 那这个树 现在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葡萄树了 目前我们也考证过 现在看我们在东北这个范围了解一下 应该是最大的一棵树了 是咱们东北地区最大的 所以说我们就叫做东北葡萄王 葡萄王已经生长十年了 还在越长越大 现在已经进入了盛果期 红彤彤的葡萄一串挨着一串 产量非常大 这汤大姐也跟我说了 经过这个技术人员的控制 这个每一串葡萄的重量 都是上下差不了太多的 所以今天我就跟技术员李大姐一起 咱们俩就随机的挑选五串葡萄 然后过来称重 平均到每一串的数量 然后我们再乘以这个串数 就能估算出这个葡萄王的产量了 对吧 好 我们现在这个五串葡萄已经上秤了 看看重量 8.73千克 那咱们这个一共500串的重量 就应该是873千克 大概是1700斤还要多 整颗葡萄王年产千斤 而且葡萄口感相当不错 结出的葡萄还都没有合 这个葡萄口感是特别好的了 它是那个冰糖口味 是甜脆 十年前 葡萄王还是一棵小苗 葡萄园园主汤小丹 为了打造园区亮点 相种了这种高产的葡萄品种 87-1 开始人为地培育葡萄王 当时我们也是种的是这一排 就是准备把这个培养葡萄王的时候 我们就是逐渐地这葡萄王长到哪 我们就把那树踩到哪 就留在一棵 最近唐小丹又为葡萄王定下了一个新的目标 在三年内让他的枝叶长满整个大棚 最终实现一个大棚里只有一棵树 这个大棚是90米 长到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棚 就留在一棵树 就一棵树 啊 这个一棵树 只有一个嘛 一棵葡萄王 这棵葡萄王既有观赏价值 还能结果千金 对于唐小丹来说 实现了当初的想法 等来了一个创意丰收年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尝试 认为自己走的路是对的 感觉自己也为下一步园的发展 充满了信心 放鞭套庆丰收迎接新未来 园区葡萄王成了明星 唐小丹把平凡的葡萄树种出了新高度 让葡萄王变成了摇钱树 也打出了一张农业创意新名片 怎么样 这棵葡萄树是不是比较奇特 那么除了种植之外呢 在养殖方面也有 我们发现在这个鸭绿江边呢 就有一个养殖户 他专门养这个大鱼 究竟有多大呢 咱们来看一下 钱匣子就在丹农的鸭绿江上 还等啥呀 跟匣子一块捞鱼去 匣匣你干什么 捞鱼啊 来你家捞鱼来 这个驾驭尸不行 换种驾驭尸 换啥驾驭尸啊 放驾驭尸 匣子这才是我们捕鱼的驾驭尸 谁呀 用单驾捕鱼 这得捕啥鱼啊 赶紧吧 跟匣子一块看看你 来 我这买了 我这买改了 钱下来 我这买了 这这个 哎呀 兜着啦 兜着啦 来 来 来 把他摔个鱼 摔个鱼 戴个鱼 帛鱼 别放 刘大哥这鱼是什么鱼啊 寻黄鱼 往下仰是寻黄鱼 慢点慢点 看这样貌就不一般 人家可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 属于原古物种 寻黄鱼是史氏寻和达氏黄的统称 是我国淡水鱼类中体重最大的鱼类 怪不得得要单架台呢 现在鱼已经上来了 考验你们眼力的时候到了 大家伙一块来猜一猜 这条鱼有多长呢 量一量来 刘大哥 这是多少啊 好 一米一米八 比前侠的还高 一米八 追住哦 刘大哥追住追住 还有个问题想问您啊 咱们这条鱼是雌鱼还是熊鱼呢 是母鱼 是母的 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我们这里边没有供鱼 没有供的 没有供的 全是母的 对 为啥呀 我们是采鱼子酱 哦 这个供的都刷掉了 不要了 全是母鱼 那像这么大的一条鱼 能产多少鱼子酱呢 大概在五六 五六公斤以上 五六公斤 五六公斤 嗯 巡黄鱼子酱 是世界公认的营养美食 价格也非常高 每克在十五块钱左右 一公斤就能卖到一万五 捕鱼的场面很壮观吧 那今年呢 是一个丰收年 我们这个鱼场 预计要捕这样的鱼 六百多条 六百多条鱼 做成鱼子酱 收入相当客观呢 巡黄鱼原本不是鸭绿江的原有物种 东龙巡业 为了可以让巡黄鱼避免灭绝 繁衍生息 在全国为巡黄鱼寻找优质水质 最终把它安加到了鸭绿江上 和四川的一处河流 如今巡黄鱼的经济价值被大家认可 很多农户也都参与了养殖 咱们这一共有多少个网项 四百个网项 那都是养那个巡黄鱼吗 对 都是巡黄鱼 那有多少条巡黄鱼 两万四五千条 那么多鱼 它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卖钱呢 多少等鱼子成了才能卖钱 都在八年以上 为什么选择在鸭绿江这块水域 来养巡黄鱼呢 因为这水好不含中心属 这为我们这个巡黄鱼非常正规 所以就是不能给它要吃 所以选择这个又两粒水质来养它 优质鱼子酱来自优质好鱼 而优质好鱼则产自更优质的水 如此循环任谁都会明白 要享受获更高的经济效益 唯有保护好它生存的环境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呢 是一句老话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多有山有水的地方呢 同样面临着贫困 辅顺新宾的蔡家村呢 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村子 但是现在那里有所不同了 现在那里什么样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辅顺市新宾县山地多 大雪常常提前到来 很多乡亲们啊 已经在家猫冬了 但在榆树乡蔡家村 一个不太起眼的大院里 机器声碎木声响成一片 几十个村民正在加工香菇军瓣 形成了一条非常熟练的流水线 蔡振平是蔡家村的党支部出记 也是带领大伙干起香菇产业的人 生产好的菌瓣 经过高温消毒后 就要介入香菇菌种 一天的生产数量 就能达到上万根 光靠六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2013年蔡振平成立 振平香菇种植合作社 自己出资打井 安装变压器 快速建成了香菇种植基地 一开始 只有胆大的市户人家 敢跟着他干 没想到很快有了收益 我13年去考察的时候 然后就找这个小路了 因为一个产业想做好 必须得有小路 那时候我就跟南全国呀 就做鲜谷 最大合赏 我们的合作 就是我要做起来以后 他们就来我的店上收购 蔡家村以前是个负债村 很多的村民是想赚钱没本钱 想种好没技术 光是贫困户就有32户 该如何让这些人吃饱饭赚到钱 成了蔡振平的一大难题 恰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心 在锦州开班 蔡振平带着几个技术人员 一起去学习 经过多次的考察和学习 蔡振平把香菇的生产 加工销售都包在了自己身上 整个生产过程 蔡振平都要从头跟到尾 从源头把控品质 保证香菇能卖上一个好价钱 这是温度计 这个来盆里发掘的时候 它是主要一个东西 15到25之间 涨得最快 涨得最快 涨得最壮 你看我老看这个东西 它这个局势5度就涨 但是不行了 我这个15到25 我一个月比方这个涨满 你要说十度八度 这个一个半月 两月你涨不满 这种军榜出估后 一半的利润就是三块钱 每年的三月份 还会再生产一种 更短但更粗的军榜 一磅的收益 就能达到十块钱 保证了可观的利润 蔡振平免费为贫困户 和残疾人提供香菇大棚 无偿提供技术服务 他看我们的 他去管理 点外香菇 我让那个核子是卖 卖完以后 扣过他就本钱了 剩下的钱都他就拿走了 他没动一分钱本钱 风险都在咱们合作社里 剩下的村民 想加入合作社的 可以以地入股 八百块钱一亩地 年底就能拿分红 蔡振平统一生产 统一管理 统一销售 勤快点的村民 还能到基地打工 一年四季都能挣到钱 经过五年的发展 蔡家村的香菇产业 越来越壮大 从一三年的十人 已经发展到了一百多人 从五十亩地变成了三百亩 年年上百万的军瓣 从这里产出 蔡家村也成了当地的香菇集散地 最多是一天 连八国外省 这村外县里 收到十几万金 就走全国各地 小香菇成了大伙手中的致富宝 蔡书记成了大伙心中的领路人 2017年 蔡家村实现了全面脱贫 农户股份达到了一百万元 昔日的负债村成了盈余村 大伙的日子也越来越有笨头了 这里还是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黑土地要成立这个联盟了 什么联盟呢 叫做合作社联盟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在公众号里面有一个二维码 您通过扫码之后 进入一个报名的页面 学生